看看新闻吧 高峰何许人也呢 别看平时这个郭德纲 损起人来一脸化坏的样子 要捧起人来 那更狠 来看一下 一晃来了十年了 这十年来呢 欧贤弟对德云士的贡献太大了 每年德云士都招学生 只要学生一来了 三百人五百人都是高楼上课 交到两年三年之后了 瞧瞧有样来了 我才过去 这跟我说 那跟我说 这俩给你老师 如此看来 这位高峰放在古时候 那名号就是德云社总教头 放到现在来看 那就是德云社 人力资源部培训主管 这次高峰办专场 郭德纲 余谦 那也是为自家兄弟 卖力吆喝 现在社会上 想吃相乘这碗饭的人不少 而高峰的职责所在 就是为德云社发掘好苗子 不过郭德纲捧高峰的时候 也没忘记 法告一下自己和德云社 我今天在这说 想要去玩 郭德纲锅都红了 我找这去做主持人 这是我的目的 有的人就是通过德云社 让我又玩了 我找这拍电影 这是我的快速 但对高峰来说 这些年 估计期受了这种机会 他竟然都推掉了 如今有名的 没名的 正牌的 冒牌的德云社弟子 估计郭德纲本人 也未必数得清楚 说得上来 但郭德纲心里自然清楚 能红得像自己一样 电视 电影 主持人多新发展的 毕竟是个案 对于向往一夜成名的人而言 说相声这条路 是走不通了 尤其是谈到 自己几位得意门生 为了改行闹得师徒反目 郭德纲似乎心中 总有几分不快难以释怀 直播有的时候 有的孩子 他们亲眼看不出来了 是你在舞台上说相声 可能还有晚饭 你非出了还是出去当初吃 你拍戏里面 搞没没错 娱乐新天地 想一夜爆红的 最好别去学相声 编辑不到